哈喽朋友们听我的声音好听吗 我转音了整整七天 我这声音是不是比赛中又带一点点的磁性呢 杨康第一天也是我参加28天云检中的一周 我们也稍微总结一下这七天的变化吧 七顿时间呢很幸运第二天我就羊了 不过还好除了停止运动 老师给到的食谱是非常生活化的 羊的几天也是按照食谱来就好了 七天时间呢处食体重62.3千克 今早空腹体重是60.7千克 瘦了大概3.2斤的样子 一个星期的时间瘦了这么多 真真实实的摆脱了62和61这两个数字 此处应该有掌声 今天的早餐就是根据新一周新食谱来做的 白橱蛋蛋白棒纯牛奶和米猴桃 是蛋白质和营养都非常非常丰富的一餐 每天按照老师给到的食谱安排吃饭之外呢 如果偶尔有特殊情况需要外食的 就比如我这个杨康第一天迫不及待想出门的人类 就提前请教老师外食要怎么吃 那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乖乖听话 老师说什么我就怎么吃就好了 所以根据昨天的咨询 我今天的午餐就是潮汕牛肉火锅啦 但出门之前呢 要做一系列非常复杂的准备工作 简单概括一下就是 洗澡护肤化妆发型新衣服 必为三件套自拍出门 有一说一在家这些天 每天除了在小程序上打卡食物外 喝水睡眠也是要记录的 也就是说你几点睡觉睡了几个小时 几点喝的水喝没喝够量都是能被老师看见的 这也就是很好的给我自己养成了早睡早起爱喝水的好习惯 也就是这两个好习惯让我重新捡起了我的好皮肤 到了餐厅差不多12点 周内的时间人还是不多的 按照食谱点了餐 对了小料也是要拍照发给老师看的 潮汕牛火锅的灵魂是什么 那当然是沙茶酱了 我准备调一个给老师发过去看看他怎么说 果然我还是乖乖听话比较好 毕竟我也不想再看见自己61和62了 吃饭呢要细脚满夜 吃气氛饱就可以了 吃完下午及时补充水分 这两句话也送给外食减肥的你们 都是重点小知识 吃完午餐最好也是溜一溜再开始下一个活动 除非你们赶时间 我呢由于穿的太少 也不能在室外活动 电影吧也没什么想看的 就选择了周边游 这所谓的周边游就是开始车到处转 今天也是没有逃离疯狂自拍的时机 只要化了好看的妆就一定要疯狂自拍 我这次是真真实实的七天整没有出门 除了上厕所连卧室都没有出去 又开始看见太阳都想多拍一拍的冲动了 这一开下午车偶遇了无数个广场 无数个小河 无数个桥 其中有个印象最深刻的叫张飞桥 总觉得以前在别的城市也见过这个桥 这名字叫的就非常的旅游景点 还偶遇了好几个隧道 有一个隧道印象特别深 开进去有一种伸手不见五指的感觉 干干净净的车开进去灰头土脸的开出来 而且里面全是大车 车距又很近 要是我自己开进这种地方 估计大气都不干穿 从隧道出来紧接着 偶遇到一个叫药王谷的景点 忽然觉得以前看的哪个古装剧有这个场景 是不是小龙女那个 要和药王谷谷主结婚 杨过中了什么毒 不对那好像就叫绝情谷 算了我也想不起来 我们来这呢主要是为了上厕所 因为下午喝水喝的不少 大概五点吧 太阳已经在落山了 夕阳也出来了 又感觉到了看见夕阳 一瞬间心情就好了的感觉 车上坐了一下午 有点憋得不行 我们就找了个可以临时停车的地方 透了一下气 刚下车就看见这粉色的天空 就这么单纯的在外面享受大自然 其实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就只是看着天空 好像心情就很放松 也就是上车走了一公里的功夫吧 天呢彻底就黑了 远远的发现有人在放烟花 我家小区楼下每天都有警车转油汗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这个地方可能是比较偏 所以允许我也不知道 晚上去超市逛了一圈 到处都是充满了过年的气氛 外面的路边呢 也有很多人开始卖年货了 我穿了一圈买了一瓶电解枝的水 超市里有两样东西空的最多 一个是黄桃罐头 还有一个就是电解枝的水 我的晚餐当然就是奶昔了 那今天差不多就到这了 看看明天体重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呢 咱们明天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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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